OK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他這邊的話是給30天 阿布漢啦 畫面中呈現的這位人士呢 他就是塔利班 這就是我們的塔塔護衛 Yo 各位早安 好 那今天就是在巴基斯坦的首都 伊斯蘭瑪巴德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離開巴基斯坦 前往阿富汗了 那簽證已經拿到了 像巴基斯坦他是直接給你一張令紙簽 然後蓋帳也是蓋在這個 紙上面 但沒有 他是直接貼在你的護照 OK 所以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他這邊的話是給30天 OK 那你在三個月內要用完 然後type of visa 就是 visit 或 travel 都OK 但這邊的話我可以小小吃一點豆腐 就是 nationality OK 他不是TWN 是CHN 拿到簽證 我們今天就是要搭飛機 直接進到阿富汗 那其實原本呢 我是想說要自己 從白沙瓦這個城市 他是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邊境 但是呢 最近他那邊的狀況不是很好 朝令夕改的政策 原本是遊客可以進去 現在連遊客都不能進去 那很多當地人聽到我要去白沙瓦 他們都說不要去 或者是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那邊的槍制氾濫 因為那邊的最重要就是有五金行 那五金行是幹嘛呢 就是製造武器提供給塔利班 所以那邊的話就是 到處都可以聽到他們在試槍的聲音 但沒關係 我們就看我從阿富汗回來以後 兩個禮拜阿富汗之行 回來以後看有沒有機會 再可以進到白沙瓦 希望政策有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前往機場啦 好的 各位榮民們 我知道大家等阿富汗的影片等了很久 那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連載吧 今天的影片會有30分鐘 好好的看下去 今天要飛的地方 不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 而是第四大城 馬薩利-Sharif 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 搭飛機過去不用兩個小時就會抵達 這次的飛機搭乘的是 非常難得的阿富汗三大航空公司之一的 Cam Air 因為阿富汗的安全和簽證問題 也為了不要讓榮爸榮媽擔心 所以這次是跟著Traveler 一起前往阿富汗兩個禮拜 Traveler是一間超酷的旅行社 去的地方都是冷門小眾的地方 像是敘利亞 伊拉克 葉門龍邪島 或者是中亞地區還有很多很多 剛好都是我想去或是我去過的地方 所以這趟阿富汗之旅就麻煩他們了 而且這邊跟大家說一個消息 就是在2024年的3月28號到4月10號 為期兩周 會將跟著Traveler一起前往 這個世界上最難拿到簽證的地方 中亞北韓 土布曼還有烏茲別克 如果想和我一起冒險的話 現在還可以報名喔 留興趣的榮民趕快詢問Traveler吧 現在繼續回來看阿富汗影片喔 到阿富汗啦 給大家看看機場長什麼樣子 但其實不能亂拍 因為到處都是警察和塔利班 這段可以說是冒著生命危險阿 在這裡一個對不對 在這裡一個對不對 在這裡一個一個 那經過了大概4分鐘 我們現在已經搞定了 我們要來去搭車了 這邊叫做Mozr E.Sharif 我一開始以為是我們要直接到 可不然沒有 我們現在現在在這邊住個兩三天 好像這邊有一個超級有名的寢診室 下降風就很大 而且呢 就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阿 這個國際機場非常的小 你們看到遠遠的那個旗幟呢 就是塔利班旗 這個就是塔利班現在的旗幟 在阿富汗境內到處都看得到 旧的國旗呢 已經看不到了 而且如果現在還使用的話 就倒大煤啦 這個就是塔利班現在的旗幟 在阿富汗境內到處都看得到 舊的國旗呢 在去完那麼多伊斯蘭教國家之後 阿富汗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城市的景觀一樣是帶有土黃色濾鏡的感覺 街上一樣車水馬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可以啦 非常的簡單 好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Mozr E.Sharif 去待個兩個晚上 這邊好慌喔 然後 廁所廁所很重要 每次都要先開箱房間廁所 備品什麼東西都有 然後 應該不會有人吧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去藍色清真寺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飯店 Alfred 這個飯店的大門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來 是的 就是非常的 有點銅牆鐵壁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去藍色清真寺 就是在 這邊最有名的 一定要去的地方 阿富汗最大的清真寺 但是它有一個 算是 規則就是 女生不能進去 是最近才開始 最近才開始 之前的團隊可以去 好吧 那我們就上車 好 Let's go This is Hossein 嗨 好啦 我們已經到了這個 藍色清真寺了 Mazai Sharif 是阿富汗非常重要的旅遊城市 最有名的就是 什葉派聖人阿里的墓穴 也就是我們現在要前往的藍色清真寺 同時也是整個阿富汗最大的清真寺喔 但很可惜的是 女生是沒辦法入內的 其實現在塔利班的政策 有非常多對女性不利 女權非常的落後 很多地方女性都無法進入 甚至是不能工作 和受教育等等 這部分我們之後 再來好好的跟大家說明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 這個藍色清真寺裡面 其實剛剛有點麻煩 就是 在每一個關口 塔利班他們都會有 就是他們的軍人拿著AKS-7 然後在外面說 證件拿出來看一下看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就在那邊卡了 大概十幾分鐘 它這邊很像樂高 很好玩 很可愛的一個畫面 知道嗎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那個顏色太鮮豔了 這也是我少數看過 跟在伊朗啊 或是在阿里阿拉伯 完全不一樣的 人士 很可愛的顏色 Tiffany Blue 好 藍色清真寺最初可追溯到11世紀 但到了13世紀 蒙古人入侵 清真寺遭受到破壞 一直到了15世紀 才慢慢重現到現在的樣子 剛好聲音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欸 Ben 你知道嗎 這個清真寺 你看到它這些裝飾 它這些顏色 都是1432年留下來的 就是將近六百年前 所以它能保存得這麼完好 而且沒有被 因為戰爭的關係 然後被破壞 我覺得真的是 難能可貴啊 在阿富汗這種地方 我覺得真的 一進來很棒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雖然今天的天氣 不是真的那麼好 沒有什麼陽光 但是它還是可以 告訴我們它那些歷史的痕跡 我覺得這邊真的很棒 很不錯 而且它那個Drama 你看在那邊 好遠遠的看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些馬賽克拼貼 都是當時留存到現在的喔 好 好 那我剛剛問了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進去這個藍車騎乘士 他說不行 所以就是說 就是這個政策一直在改啊 他們現在不讓 外國人進到藍車騎乘士 裡面 那我剛剛問他說 那所以全部在阿富汗的 騎乘士 我們都不能進去嗎 他說沒有 還是要看 所以就是這個政策 每天就在改來改去 對 雖然已經兩年 塔利班執政 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 他們會比較 會比較怎麼講 會比較在意的點吧 應該是這樣說 好 各位我們在看完藍車騎乘士以後 我們來到這個水果看 欸這邊這一條全都賣水果 還有賣一些蔬菜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品項 你看隨便找一個好了 像他們的這個蔬菜攤位 這個是秋葵 然後青椒 超漂亮的 還有茄子啊 好濕 水果灘 水果灘是我們在阿富汗每天都會光顧的地方 因為在馬薩伊瑟利夫這裡哈密瓜的品質非常的高 比在台灣吃的都還好吃還要甜 而且大部分還會賣到歐洲喔 所以我們買了這麼多水果 大概是500塊阿富汗尼 大概是8塊美金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就還沒有換錢 所以之後再跟那個Hosain換一點當地貨幣 拿來收藏 晚餐時刻 來給大家看看在阿富汗都吃些什麼 我剛剛在水果灘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水果 所以阿富汗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不知道 對 侯生也不知道 抽上去的有點像梨子 我就直接啃喔 它是梨子的一種 它甜甜的就有點澀 感覺有點在吃芭樂的感覺 但它有點酸酸的酸酸甜甜的 它鮮味有點粗阿 但是好吃的 又有點像蘋果 奇怪 它這個水果真的蠻特別的 但我還是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可是在台灣應該是沒有 沒有這個水果的 沒有這個水果的 好燙喔 滿滿的一桌菜 有沙拉 還有餐餐必備的囊 還有烤肉和手抓羊肉飯 這就是我們在阿富汗的日常 然後你來到阿富汗他們到處都有像這種超級大的餅 這我不知道一個人要怎麼吃 大概這麼大 然後我拿小塊一點好了 很紮實 這個配茶大概這樣一塊就薄了 沒什麼味道 就很像伊朗那種囊有沒有 在新疆你也可以常常看到這種東西 沾著這個羊肉醬一起吃 如果不敢吃羊 害怕羊三味 真的強烈推薦可以來中東吃吃看 因為這裡的藥裡方式 放血放得非常乾淨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羊三味囉 你吃嗎 好吃嗎 哇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這個 哇這個 真的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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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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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腿肉嘛對不對 對 不誇張 如果你真的很怕那種羊三味的話 來到這邊 絕對 不跟你講說是羊肉 你應該分辨都出來 而且 它的 口感真的是入口即化 它每一個部位基本上都有鼻 會喜歡的一個 咀嚼的一個口咀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好香 好 那吃完飯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才八點出頭 什麼樣的店家都沒有開 那我們今天行程應該也差不多結束了 正在阿富汗的第一天 明天呢 一樣會在這個市區附近走走 去看一些佛教的遺跡 好 那我們就晚安 好太暗了 各位 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將近八點左右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每次在這個房間拍都超級黃 沒辦法 那今天是我在阿富汗的第二天 那 昨天呢 我覺得剛到阿富汗的感覺 先跟大家統計一下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們在新聞上面看到 阿富汗的女權其實非常非常的低落的 比沙浩地阿拉伯還要低 然後他們甚至是說 就是 女生是不能受教育 可是呢 我其實來到這邊的第一個感覺 你會發現 其實街上的女生蠻多的耶 這個跟我去年在夜門 你看那個影片 全部都沒有女生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在這邊呢 你會發現 女生他有整個臉蒙起來 穿那種藍色的 這個我再拍給大家看 或是穿阿巴哈亞 就是黑袍 露出眼睛 那甚至只有 年輕的女生 只有像伊朗一樣 戴個頭巾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算是 跟我想像的 跟在新聞上面看到的 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這邊也比想像中還要開話 那其他的塔利班到處都是 就是你會發現 昨天在清真寺阿 或是在路上 你會發現他們背著AK-47 他們槍真的蠻帥的 而且他們真的是 有點兇耶 不笑 真的是你會不怒而為 你不敢靠近跟他們講話 但是如果你要拍照還是可以的 我們今天就看 在警局遇到一些塔利班 可不可以跟他們一起拍照 那再來是網路的問題 像我現在呢 正在上傳我的影片 這個速度也很慢啊 OK 我大概已經開了半個小時 他才上傳了6% 但是有 總比沒有好 那這邊供電也算是穩定 所以在塔利班政權 執政了這兩個年來 其實我昨天也有遇到那種 小朋友 大學生 他會講一點英文 他說其實還算蠻穩定的 那大家可以這樣想 當美國人還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反叛的組織 可能各具一個山頭 但現在只有一個塔利班政權 所以這樣子比較下來還是算穩定的 那網路的問題呢 他大概就是不到5Mbps 對 上傳下載都不到5Mbps 然後 因為我參加這次Traveler他們的團 是有包含網路的費用 可是我在小紅書上面查到 這個網路的費用其實不便宜 他大概20G也要五六百塊 這個比我在霸基斯蘭比較 速度有落差 而且價格也有落差 但是 我們還是會有時間去換錢 然後還有去了解一下 當地的電信費用到底是怎麼算的 但是這邊都只有3G啦 好 那楊楊超大講了3分鐘 我們要準備出門啦 今天最重要的行程 就是看看 馬薩伊小里附近的 有一個小城市 叫做巴爾赫 這座城市非常有意思 因為有許多佛教 還有伊斯蘭教的遺跡 還有長城喔 阿富翰 阿富翰這裡是哪裡 過amente我發現 我發現今天的天氣 跟昨天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非常地涼 而且風超大你看 而且 剛剛還有點下小雨 對 它這個風沙真的是蠻大 今天早上是完全有點 早上起來發現完全沒有太陽 是的 最近的天氣就是這樣 然後開始轉涼了 有點冷啊 今天我也忘記戴外套 但這邊它就是 它這個遺址蠻帥的 有點像Petra嗎?又不像 它這個年代多久呢? 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Cosane好了 好的那我們就來這邊探險一下 我剛剛問Cosane喔 這個是西元九世紀所遺留下來的遺址 那在 當時呢 九世紀蓋的時候是一個 清真寺Mosque 但是在更早以前 它就是一個 佛教的一個寺廟 這邊蠻酷的耶 這個叫Hajut Piada 巴爾赫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 也是佛教和索羅亞斯德教派 AKA拜火教的古老之地 因為這個地區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所以在各個時期都是兵家必搶之地 不管是法顯或是玄掌 都曾經來過這裡喔 這座遺跡是阿富汗已知最古老的 伊斯蘭教建築 推估是建於西元497年左右 阿富汗 阿富汗第一座清真寺 阿富汗第一座清真寺 阿富汗的聲音 但是你看它上面那邊 拱橋的部分 保存的超級軟的耶 喔 很酷耶 這邊真的有點 我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是 WOW的那個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看得出我眼神已經 散發出一個熱情如火的一個概念 好了各位 我覺得我快感冒了 因為這個風呢 非常非常的強勁 然後很冷 再來是你們看到後面 就是畫面中呈現的這位人士呢 他就是他一般的 不知道為什麼耶 他就是這樣一直跟著我們 只要我們下車到某一個景點 他就會帶著他的AK47 那把AK47蠻帥的 全黑的配色 然後就跟到我們旁邊 然後都不講話 也都不笑 他就站在那邊而已 遠遠的看著我們在幹嘛 我們所看到的城牆 已經有2500多年的歷史 亞歷山大時期所建的 但是隨著時代更迭也隨之崩塌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碉堡呢 它是西元一世紀就已經建成了 但是它已經有重建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用水泥把它 重新塑造而已 OK 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呢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點像萬里長城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在那邊 好 那這個裡面雕堡是沒有什麼好看的 我覺得 就是一個擋風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邊最值得的就是你可以跟塔利班拍照啦 對 他們其實來者不拒 你想要拿著槍跟他們一起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OK的 甚至你可以跟他們借槍拍攝 OK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跟他們拍個照 這就是我們的塔塔護衛 其中一位真的是有夠帥 絕對是阿富汗的John Wick 隨手拍出幾張照片 是不是超讚的啊 然後我覺得阿富汗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 你會發現 小朋友 不要說小朋友 路人會把你當動物在看 因為這邊遊客實在太少了 但是我們兩位塔利班伴遊先生呢 他們就會把他們全部趕走這樣子 那感覺就是要希望我們有最好的體驗 但是呢我覺得 其實也不用這樣子啦 就讓他們一起來跟我們玩阿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就是想盡辦法 你看 跟著群小朋友們 好 拉近距離 這也是算不錯的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區域 有沒有看到 放眼望去都沒有人 但其實這裡才是最原始這座城 是它的遺跡 從西元前五百年就有人居住在這邊 喔 你看這個就是 古代城牆的一個範圍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是男孩 沒有小女孩的蹤跡 這是因為現在塔利班政府有一條法律 就是女孩在八歲以後 就不能和男生一起玩 都要分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能看到男孩啦 這邊吃飯阿 這個弟弟很可愛 就是 就是已經洗完手以後 它會 給你開了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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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嫩好好吃喔 好香喔 現烤出來了 然後再搭配那個 這個烤肉串 也太香了吧 但是它又有點鹹 你知道嗎 所以當地人會怎麼吃 你知道嗎 他會直接用這個囊 然後夾住那個烤肉串 直接 大口吃肉 然後再配上一杯納斯 就是那個 算是優格吧 完美 在阿富汗的每一餐都會有烤肉 味道一樣是一級棒啊 這個就是每個人 忍手一杯的Lassie 酸的 酸酸甜甜的 它的味道酸會比較重 但真的蠻好入喉的 這個吃得很像什麼 加蜂蜜 應該會更不錯 這個火車呢 就要前往蜂蜜列克爾 我來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現在所在這條橋呢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國旗 那個國旗是烏茲別克 所以只要穿過這條鐵橋 那剛剛有那個火車經過 我們就會到烏茲別克了 對它算是一個友誼之橋 然後這也是蘇聯時期所蓋的一條橋 每天都會有一班 我不知道是一班還是很多班的火車 然後去運送烏茲跟大卡車 那那邊的話就是烏茲別克的方向 那我們不能走太遠 那塔利班的那個長官也在旁邊跟著我們 好的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停了非常多的車子 然後還有很多人在這邊 有點像一個景點有沒有 來 這座橋呢很特別 它是塔利班 取得政權兩年以來 第一座的 算是飲水幹怪的水稻 就在這邊 所以呢特別的紀念價值 每到禮拜五放假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這邊 度假釣魚 甚至是游泳 你知道嗎 我現在又被當動物看了 因為大家都在看我拿的相機 你現在可以浪水嗎 可以真的請沙漠水嗎 哈哈 欸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噴泉的聲音 欸Alfred 問一下 就是你去台灣有泡過溫泉嗎 沒有啊 但是我竟然沒想到 阿富汗這邊竟然有溫泉 是啊 我也沒想到 超級酷的 而且就一個非常 meet of nowhere 然後突然有 溫泉你看 就在那邊 喔 整個你看到那個顏色 硫磺的味道 全部出來了 真的 看你們 那邊 謝謝 criminal 對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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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這個溫度有點燙耶 等一下喔 這個大概是有 40幾個喔 喔不是很好喝 這個味道有點重 不是很好喝 不行 但是那個硫磺的味道超級超級重的 想不到吧在阿富汗竟然還有溫泉 而且是這樣子這麼free的露天溫泉 是不是看那個不過癮 沒關係我們下部影片見 繼續來認識阿富汗吧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可以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這邊 有對方的影片見到這裡 這個影片見到這裡